正在采收香蕉的土地 有可能同时务农又重点吗 因为农业除了人 除了气候 除了土壤 再来就是资金 然后计划种子 计划行销 行销这一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 有了行销通路 还要有再生能源业者 更需要金融业 愿意提供优惠的绿色贷款 特别是中小企业 在这方面 特别需要资金的部分 我们都会做一个提供 那做一个更好的优惠的利率 来帮助各位 它一边可以做农业 还有继续发展它的 我们的力能产业 我们政府定的目标 2025年 我们太阳光电池到20GW 那到目前为止 到去年底2023年底 整个完整大概是12GW 还有8GW要加强来推动 为了迈向金铃碳牌 大家都在找出路 前几年大举扩张的光电板 使得农地支离破碎 甚至有甲种田 增种电的反弹声浪 业者苦思转型 重新出发 那我们想说 那个社会大众对于 这个印象也不太好 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希望会做一个改变 然后我们把农业 变成主要的目的 我们先去发展农业 业者喊出先农后电 等到农业稳定生产 再发展绿电 这个方案若能成功 将是农民 绿能和金融三方共赢的局面 外界拭目以待 大爱新闻的亚平 林欣宏 台中报道